阿曼 阿曼 如果要我對佛的以上三個稱號 詳加解說的話 即使你的壽命有一大節那麼長 恐怕會挺多 這個就是前面講 就是 叫做什麼正片師啊 如來啊 或叫佛陀啊 所以我們一般稱佛那個名號啊 有十種稱號 正片師啊 如來等等 有十個那個稱號 可是呢 就說這邊講 就是要對這個稱號 要詳加解說的話 縱使你的壽命有一大節那麼長 也是挺不穩的 好 即使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 都像李阿曼那樣勃見多聞 具有驚人的意念 總持能力 並多有一大節長的壽命 恐怕也聽不完 接受不了 確實是這樣 諸佛之無善 正本正絕是無邊際 無線量的 其智慧變才是不可思議的 阿曼對佛說 世尊佛從今以後 再也不敢自以為是都無第一了 好 佛對阿曼說啊 也不要因此勞動之非果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是說 你在聲聞眾中都無第一 並不是說 你在菩薩中也是最多 也是最多文博士的 且慢阿曼 對那些有智慧者 是不應該對菩薩的功德智慧 有限量之相 一些大海是深度善可測量 菩薩的命力 變才智慧功德是不可限量的 這個我們講說 菩薩 你菩薩有十地 那你一旦 我們講說 你還沒有登地啊 就是地前菩薩 那 那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地前菩薩 就是你還沒有 還沒有進入到那個死地的出地 第三菩薩 第三菩薩 你已經登地了 從床面就一定從出地 從出地 你 你 就說 你一定要在 你在菩薩行的時候 你就要修 就要發起這個十個五禁願 修這個十個五禁願 所以你每一體啊 每一體 每一體 菩薩的智慧啊 都是 都是無可限量的 所謂的智慧啊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讀的這幾個經啊 都是聊一天 這是啊 這是佛所說的真道理啊 你一個一個去 去 去瞭悟 去精通 那就是你本智慧 齁 那就是你本智慧 你 你精通的時候啊 能夠再 講說給別人聽啊 齁 那就是智慧啊 齁 好 接下來 阿娜 你們只是修行 神文 等小聖法 而為 見識菩薩行 須知 唯莫節 借其神通力 所示現出來的一切 是一切 神文 辟知佛 以千百節奏 盡他們最大的能耐 也變化得出來 他已經 齁 他已經 他已經 已經在那個菩薩的境界啊 齁 齁 所以你說那個什麼 神文跟佩斯佛 他在那個千百節奏 齁 齁 他他也變化不出來 齁 齁 沒辦法 因為他 神文跟佩斯佛的 那個什麼 跟菩薩的差異在哪裡 就是他 那個什麼 法無我沒有證 齁 齁 那個 洗濟煩惱 沒有斷 還有 奠歷生死 還沒有證 齁 還有那個鎖之戰 齁 他還沒有 還沒有證 這些東西啊 所以他們 他就是變化不出來 其實啊 從仲襄國來的祝福上 都雙手合使 空經的對釋迦牟民所說 世尊 我等剛剛到這裡的時候 曾經對你們的國土 佛有清見之意 聽了世尊一番話後 我們都深感愧疚 認識到 產生那種念頭 實在不太應該 為什麼這麼說呢 諸佛以方便利 教化眾生的力量 太不可思議了 為了嫉妒眾生 隨應眾生的不同根基 而實現各種不同的佛陀 對老四尊 你能否給我們一些開示 讓我們帶一些佛法 回眾相國 我們永遠忘不了佛陀的教育 但是我們要了解說 蘇佛世界 佛在蘇佛世界 所說的話 跟那個眾相國 那個香雞佛對祖上所說的那個法 他這個啊 這個啊 那個什麼 那個眾相國裡面啊 他就聞到那個香 聞到這個廟香 就可以開悟了 聞到廟香就可以開悟了 蘇佛世界不一樣 蘇佛世界不一樣 蘇佛世界喔 這是眾生很剛強難度啊 所以呢 那個蘇佛陀佛他才會 他才會 化現出一些那種 對峙的那個法明出來 比如說 化現出 地利道啊 惡鬼道啊 俗神道啊 齁 用這樣的 那個 那個 對峙的方法 來對峙這些 鋼腸難度的眾生 齁 所以 他們那個什麼 眾相國的這些屠殺啊 他們對佛所說的那個什麼 在蘇佛世界所說的話 他們就 呃 產生的好奇啊 哦 產生好奇到底是差異在哪裡 因為在眾相國裡面呢 他只要聞到香 他就可以折磨 可是在蘇佛世界啊 就是沒有那麼簡單 哦 佛對眾相國來的諸菩薩說 有兩種法門 你們應該休息 這就是有禁法門跟無禁法門 那麼什麼是有禁法門 什麼是無禁法門 所謂有禁法門就是有違法 所謂無禁法門就是無違法 作為一個菩薩 既不應該全然捨棄有違法 也不能安住於無違法中 那麼要怎麼做才是不全然捨棄有違法呢 也就是說 菩薩應該不離 大死 不捨大悲 生欠可惜 無善道心 念念不忘 請勿一切字 好 菩薩就是 那個什麼 一切字啊 那個師母呢 師母是拿著道道字 好 好 生兒聖跟元傑聖男 他 他的智慧就是 在道道字 好 阿菩薩呢 就是一切字 好 然後呢 佛 佛 佛字呢 就是一切道道道字 好 那些經裡面講的就是 那個什麼 志 正義 聖志 所以這邊一切字齁 就念念不忘 追求一切 一切字 就是那個菩薩的 要追求的一個智慧 好 佛法宗生呢 永不厌倦 好 對於不思愛以 力行同思 好 這個四字法念念在心 十場見極 那麼 富時佛法 佛教正好 不惜生命 好 要不斷地培止三根 永不懈戴 好 這個 前面那個 那個什麼 富時佛教正寡 不惜生命 這個就是 講那個 有一個講那個 三根法 三根法 好 這過來就是 長存寄生度式的侯願 把一切功德善行 都回向你眾生 好 修行佛法用不懈戴 傳揚佛法 捷盡所能 供養諸佛 依情不見 以大便心 不入於那坎 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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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莫法的眾生啊 都認了說他不是 學習那個什麼大聖國王 那就蠻是那個小聖國王 這就是那個意思 這塊就不沉醉自身的法樂 而能隨習他永之樂 雖處於硬盡卻不彈奏 能坐第一關 雖出入於生死道光 卻以視如憂緣賞己 凡欲所求於者 視之若良心意有 捨棄自己一切所有 違對一切志 盡心所顧 好捨棄一切所有 違對一切志盡心所顧 就是說你啊 這個 那個什麼 住在不生不昧 來看待這些生生不昧面 啊 對於那些 毀進犯戒之人啊 要升起救護之意念 就是說對那些 毀進犯戒啊 就是那個什麼 犯戒啊 犯戒的人啊 反正你要 要準備要 起那個 心念 就是要幫助他 要救護他 要把 朱波羅蜜 視之如父 那個六度波羅蜜啊 把那六度波羅蜜啊 視之如父 要把三十七道品啊 視之如 建築 不斷地增長 上根 永不止息 以諸佛 土 莊園設施 用於美化自己所在的佛主 這是一項話 他說諸佛 就是 怎麼講 以諸佛土莊園設施啊 以諸佛土莊園設施啊 就是說你對那些佛禮啊 我所說的話 你要一個一個去表達 去通膽 那個就是跟莊園佛土 所以莊園佛土就是 就是說這邊 你那個對 那個什麼 誒 武運 18天的時候出發之間 這些運氣出發 都要丟去表達 那個就是跟莊園佛土 莊園設施啊 那麼 以無限量之不施 莊園自己的法項 斷除一些惡念惡情 清靜生果一三月 這個以無限量之不施 莊園自己的法項 這個不要 不要 物警成 就是 你家人不要錢 你把錢都拿給我吧 然後 你的法項就很專業 我們曾經 那個電視上的那個 法師在房外 有看過 我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看過 你把你的那個什麼 把你的家產布施出來 你的法項都會專業 這就是講到 講到說 你要成就32項 你看 那說成就32項 你那個 這個布施就是探討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途徑 趕快把錢弄出來 你就可以抓你了 不是這樣齁 布施啊 那個大師傅娃娃的布施齁 大師傅娃娃的布施齁 大師傅娃娃的布施就是說 你在那邊是 住在布施湖內 來看待這些 這些 這些聖聖道 齁 那就是一種布施 你知道嗎 那就是一種布施 所以你這邊 住在 住在那個千金道裡 來看 看待那個聖聖道 那就是布施啊 齁 所以這時候很莊嚴嗎 一定是莊嚴的啊 好 為忌妒眾生於無數結狀胎 出生入死 病人始終永遠不畏 所以 聽聞諸佛的無量功德 立志追求 而勇建立 以佛之智慧劍 破眾生之煩惱劫 那佛的智慧劍啊 破眾生之煩惱劫 煩惱劫是哪裡 這個 煩惱劫是哪裡 這個啊 六根喔 你六根就是你的結喔 你的結 齁 你的結就是六根 齁 用什麼智慧 用你的那個 那個 清靜的智慧 齁 你只要 瞭达齁 瞭达這個 嗯 運劫出租啊 有六根啊 齁 啊 五運啊 十二出十八天啊 這些兵條搞的 我就是破那個 破這個結門 我們六根就是我的結 好 除以五運 十二出十八天中 激怒眾生 使他們得到 永遠的 解脫 齁 這個時候的眾生齁 你看到嗎 齁 這個時候的眾生 不是 不是我們剛講的眾生齁 這時候的眾生就是這些 五運出法 這些 這些都是眾生 齁 不是講的 我們 不是我們任何的眾生 齁 齁 所以要不斷的精進修行 吹復一切魔戰 經常修習無念法 獲得正悟諸法實相的智慧 齁 那個無念啊 是不是無念 齁 這個無念 齁 這個無念就是我們講說齁 齁 這個啊 這個夜向啊 你這個夜向齁 夜向的流線啊 你的我就出來了齁 齁 你我出來就有無念啦 齁 齁 所以你要知道說 知道這個道理啊 知道這個道理 夜向那個流線出來 好 夜向流線出來啊 就是你 萬華都出來了 齁 萬華都出來了 知道這個道理啊 你知道這個道理以後 那個那個什麼 知道這個道理以後就是 齁 齁 菩薩威儀 很學順俗法 齁 這個這個 就跟那個智功一樣 齁 智功啊 智功啊 你看耶 那個 那個 空軟消炎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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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用學順俗法 這個就是用那個智功 來利益 來披益 齁 那麼又能隨緣發起各種神通 集智慧 會不斷 引導 眾生 齁 齁 這是事件各種那種 景象 比如說 有時候在說法的時候 耶 他 他為了讓眾生齁 讓眾生瞭解 他用神功啊,視線一些鏡像出來 比如說他視線某一個鏡頭出來 讓你看到說,這個 用視線出那個鏡頭啊,來 比喻佛法,就是這個意思 用這樣來不斷地引導眾生 使其能夠正面總持一切法律 這個 這個是那個什麼,記得嗎 那個菩薩的那個 那什麼 菩薩的那個什麼 四五位啊,是不是四五位 四五位 總十五位 再過來 菩薩還依據超強的意識力 能夠過目不忘 這個齁 這超強的意識力啊 這個,比如說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龍術菩薩有沒有 龍術菩薩到那個龍宮裡面去 去說法 去說法 他 看到龍宮裡面啊 隱藏了很多那種經典啊 顧目不忘 就 帶上 帶到那個 回到這個搜索世界來 把那個經典啊 把那個經典啊 把經典一一的禮藏 再 闡述 闡述 闡述出來 那種 無畏 還有 絕疑無畏 破解眾生的疑惑啊 這是絕疑無畏啊 這是絕疑無畏啊 這是善於解一些法醫 那就是 那個什麼 破解眾生的疑惑 那 應該以無畏的變強 演出各種佛法 都能夠 演出那種 無畏 好 那麼菩薩修行 践行清靜的十善道 十善道知道的 就是我們身口義的 那個什麼 身口義 你如果是 善的 就是十善道 如果是惡的話 就是 死的惡業 得人天之福報 休息慈悲洗舌 是無良心 打開通往飯天的 道路 這個 休息慈悲洗舌 就是 那個 打開通往飯天的道路 就是 飯天 要知道 就是 從那個什麼 從 一階天 到 四階天 那就是飯天 菩薩經常 為眾生勸請 諸佛如來 忍受佛法 並隨時讚頌 得自己 也有 如佛一樣的 因身伙伴 這個就是 要 請佛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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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休息 身口義 三略清靜 得 如佛一樣 威夷的果報 因身修一切善行功德 所得的 道命 日益殊聖 這個時候的善行 這個身修一切善行 這時候身修一切善行 這時候身修一切善行 不是我們一般 的認知的善行 這個時候善行就是說 你菩薩經常 那個善行 什麼所謂善德 你就是要 要 要 瞭悟這些 瞭悟這些佛理 那就是善行 當然 菩薩修一切善行 修六度 前面所講的 什麽 事無慰 事無量心 這些東西 都是菩薩行 但是 這是 一切善行功德 事實上你要知道 要知道那個 那個佛所做的一些道理 所以你所得的那個 那個火爆 才會日益的那個殊聖 因為修起大聖佛法 要成為利他祭祀的菩薩生 因為除二 修善的意念十萬強烈 所以不會放過一些修善的機會 修行 這種利他祭祀的法盤 就稱為菩薩 不盡有為 好 我們今天就讀到這個地方 這次記得嗎 這次就是 菩薩的不盡有為 下一個就是在講 菩薩的不盡有為 一個是有為 一個是無為 因為這邊 這邊前面所講的就是說 有兩種法要修 這是蘇某事件 因為 他們覺得那個什麼 仲強果德菩薩在 在修法 說 這個 蘇某事件是怎麼修的 我給他講就是說 有兩種法 一個是有為法 一個是無為法 好 好 我們今天就先讀到這個地方 謝謝各位 請問一下 有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谢谢大家